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一个人开始冷落你时 不要伤心 不要纠缠 而是要做着懂你的人 假如问你三个问题 你的紧急联系人是谁 你能说出几个人的号码呢 你急需要用钱 谁可以帮你呢 或许无需反复思考 你已经有答案了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搬家找不到人来帮忙 只能独自跑上跑下 夜晚孤独难受的时候 也不知道找谁倾诉 天然了想吃一顿火锅 却不知道找谁陪伴 身体不舒服去医院 手机没有紧急联系人 通讯若上千人 真有事的时候只能对着好友列表发呆 不知道找谁 也不敢随便找谁 因为不需要的人没有资格替你分担 可是重要的人又不敢轻易试探 在微博看过一个街头采访视频 采访者的采访了一个路人小哥 你能找你最好的朋友借到钱吗 小哥说肯定没问题 于是采访者让小哥打电话测试一下朋友 电话接通后 薛寒问暖了一番 小哥说 我现在遇到点事情 能不能先借我五千块 过两天就还给你 对方说 真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小哥说 那没事 要不你先借我五百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 又拒绝了 挂掉电话后 小哥眼里的光消失了 只剩下失望 你瞧 世上的事情都进不起推销 一推销 哪一件都藏着委屈 想起似水年华里写的那句诗歌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 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是不是我们的感情 也要到生染青丝时光是去世 才会像北方冬天的直感一般 清晰 勇敢 坚强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成年人的关系就是心照不宣的距离 几乎有个话题 成年人表达失望的方式是什么呢 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 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不想说 成年人的感情太脆弱了 难交心得越来越少 真心换真心 换不来就会死心 一段感情最怕的不是背叛 而是一个人的热情 得不到另一个人的回应 最后只剩下失望 就像作家张浩晨说的那般 当他不在乎你 你故意出现在他身边是没有用的 你送他的糖是不甜的 你隔三差五发的 你在干什么 在他眼里跟瘦楼短信的兴趣是一样的 他是你的生活背景 而你是他的甲乙饼钉 没有谁愿意当一个 护自己来挥自己去的人 没有谁想成为那个有事就联系 没事就被晒在一边的人 人心不是能来践踏的 若真心一路被冷落 终将也会后悔无期 当一个人慢慢开始敷衍你 冷落你 远离你的时候 说明已经有人正在代替你了 有人问 你怎么变得越来越沉默 有人答 有时候不是不想说话 而是怕说出的话变成要打扰 有时候未问几句话 满屏只剩下尴尬 干脆选择不说 保持沉默 不再打扰 这样挺好的 用力维持的关系 终究是抵不过距离的 抵不过时间的鸿沟 久而久之 我们便学会了自己甜甜伤口 不再去打扰任何人 其实最好的关系就是 不点赞不评论不屏蔽 一人想念但不再打扰 不会忘记但不抱奢望 听过这样一段话 花了几个小时 请一位信好友 这不是冲动 只是忍了太久 生活也没有因为 删除了一个人而变得不好 反而整个人变得特别轻松 欢聚一堂 起欢笑 热闹过后各走散 活在当下 才是最明智的处事态度 不必执意用真心换真心 最后只会剩下寒心 我会难过 会想多 会失落 但我不再说 遇见就足够了 余生大可不必 越了解 越心灾 越在乎 越受伤 以为付出的感情 注定不能成就 大喜大悲地看清自己 大喜大怒地认清朋友 生活中总有是人 把好友当爹妈使唤 想让别人 无条件对自己好 看破不说破 不代表别人愚蠢 只是他还在珍惜 那份残留的感情 等失望攒够了 自然就离开了 没有回应的热情 且把感情憋回去 毕竟你永远 叫不起一个装睡的人 就如刘童说的那句 这世上有结果的付出 叫付出 没有结果的付出 叫代价 得不到的爱不强求 得不到的人不追求 任何事情 都是一点点积攒的 钱是热情也是 失望更是 有时候不在意了 并不是为你不好 而是你对我的态度 让我觉得你的世界 并不缺钱 就如那句话 我早上给你发信息 中午给你分享视频 你隔了很久才回我 有时甚至不回 其实我都明白 我对不喜欢的人 也是这样 有些人比你想象的深情 也比你以为的冷漠 多么想事而复得 但更害怕重蹈覆辙 世间千千万万种爱 没有一种能从头再来 高晓松说过 感谢时光流于 流逝中的恩宠 感谢成长与回望 感谢缘分和信仰 聚散自有天书定 不愿天不愿命 但求深水光作震 再漫长的欢聚也总有尽头 人来人往一世人生 在武功传里说 大圣此去愈何 踏南天遂灵霄 若一去不回呢 便一去不回 你无需跟大圣一样 踏南天不灵霄 你只需好好道别 就足够了 陪你走了一路的朋友 谢谢他们 会陪你走一生的朋友 谢天谢地 记住 人来人往 莫失莫忘 人间悲欢 冷暖自至 突然觉得这是一个 很现实的话题 非常 为什么叫现实的话题呢 就是你对人家好 可是人家 真的就当你是普通朋友 或是不是朋友 就像在文章的后面讲过 这次上有结果的付出 叫付出 没有结果的付出 叫代价 回到现在 如果一定要把付出 跟代价 然后来划分比例的话 我觉得我得到的代价 比较多 付出真的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真心去对待一个人 或是朋友 或是哪怕同事 哪怕是同梯之类的 这样的状态的人 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都叫代价 比如说 我不求回报的 帮助人家 付出 可人家就当我是ATM 或当我是个傻子 这就叫代价 我认真的付出 然后得到了小小的结果 然后这才叫付出 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的努力 去付出 付出努力 才会可能有结果 如果不付出努力 好像也说不上代价 因为没有结果嘛 好像你叫代价 你叫浪费时间 这么多年当中 经过很多朋友 然后人来人往啦 包括在直播界里面 也真的会有过朋友 可是 随着时光的流逝 有别的人代替了我 然后 就渐行渐远了 甚至其实我对她挺好的 就是 如果一定要说近几年的话 有一个算 闺蜜一样的朋友 我对她真心不错 她的生日 过节 哪怕我买新衣服 新东西 就是我用的东西 我一定是double 就是我有她也有 当然 可能东西是我喜欢 不是她特别喜欢的 主要是因为 我的亲戚条件 相对比她好 然后她父母早亡 然后 虽然有姐妹 但也是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工作 我体恤 也不叫体恤啦 应该是我觉得 她一个人 那我也一个人 那我们就多 多照顾她一点 因为毕竟我年纪比她大 所以我准备这样的东西 她当然也都欣然接受 那还有一点是 其实有很多她不喜欢的东西 她也没有拒绝 所以我就认为 我的付出是 OK的 后来 接近接远呢 是因为她可能 一方面跟私人 一些发生的事情 有关系啦 另一方面 我就不太轻浮了 就可能有 让她觉得更 她愿意更接触的人 还怎么样 就是 替代了我的身份 当然了 我也没有 我们没有互相生好友啦 我还是有看我直播 我会跟我讲两句话 过生日过节的 还是问候 甚至有时候直播 也会来一个分享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 我们就好像躺在彼此 好友当中的尸体 就是 非但到 必须要出来刷存在的时候 都不会出现 当然了 现在刘威说 我们要帮忙share 分享一个什么东西 按什么赞呢 她还是会按的 对 就是 但是所以你说 成年人的 对啊 但一个人开始冷漠你的时候 其实我 因为发生的事情比较大 然后 我发现她开始渐渐疏远我 或是冷漠我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太伤心喔 会有人提起 为什么 她怎么不见了 等不到伤心的成分啦 但是 就会觉得有点无奈 或者一定要说 有的人是陪你 走一辈子的 有的人就是陪你 走一段路的 所以我很谢谢陪我 走过一段路 一段路离开的人 然后 我希望能陪我走一生的朋友 就是 希望谢天谢地 有这样的朋友 我相信有 也希望你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带你有帮助 那么 明天就我在这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